四川灾区灾传生命奇迹 有两位受困超过一百七十小时的灾民幸运获救 有许多人重回家园 此际喊家团持续喊灾呼蔚 在罗江县金山镇居民连馆 都没得用志工送给他们 至于第二季自治地震灾团 今天下午已经出发 18名台湾团员将和15位大陆团员会合 还有让台湾家属引颈期盼的 小河旅行社14人已经搭上包机 预计晚间9点半返邸国门 至于此季勘灾团 今天持续兵分二路深入四川灾区 展开勘灾和复卫灾民的行动 一路人马是罗江县金山镇 志工来到这里提供热食 也分送环保碗筷给灾民 另一路则是深入距离成都 四到五小时车程的石方市 洛水镇来了解灾情 洛水镇的总人口有四万多人 在强症中不幸临难的有420人 其中又以洛城村灾情最为严重 95%的屋子毁坏完全无法住人 此次志工预定把洛城村定为一个据点 除了后续有完善的元件计划之外 明天会先前往援助来复卫灾民 前进灾区 车子行驶途中颠簸 此期勘灾团一路向前挺进 没有退缩 来到石方市的落水镇灾情严重 大马路两旁房子倒的倒 塌的塌 红砖块水泥墙飞散四处 三民生活难过 暂时住在繁布搭的棚架里 做面包 什么 蜂面面 红泉水啊 这些类型的 想不想吃点热腾腾的食物 哎呀没得嘛 吃什么 我们来做给你们吃什么样 你们来做给你们吃 那就太感谢你们了 我非常感动 所以说现在目前我们灾区人民 所以说我们落成人民 正处在那种 接续远足的神 由你们来打来 就是从来 现在非常感动 也非常感动 关心灾民情况 设法给予救助 直到落水镇中 最严重的地方是落成村 有82人因为地震离难 其中又以小学 落水二小 最严重 100左右的学生往生 那现在还有 100多位的学生 都是流荡在外面 因为他们 教室没有复刻的机会就渺茫 我们不希望孩子流落在街头 所以希望我们用最快速的速度建一个简易的教室 预定将落成村定为据点 除了长期完善的援助计划 5月21号开始 此期志工会到此跟灾民互动 温馨复慰 也宣导卫教观念 协助灾民走过地震的梦夜 此期看灾团 黄子玲 林欣宏 四川报道 好 此期看灾团 另一路志工 前往了四川的罗江县 金山镇 除了复慰灾民 烹煮素食佳肴之外 志工发现由于地震发生的太突然了 许多人仓皇逃出 生活物品短缺 连吃饭的碗都没有 得用水盆来盛饭 志工提供了环保碗筷 嘉明说 吃在嘴里的第一口饭 让人心都暖了 这些环保碗呢 都是慈祭从台湾带过来的 那其实呢 在这边有许多的金山中学的学生 大家都来帮忙 先把这个慈祭的环保碗洗一洗 不一会饭菜煮好了 邀请灾民来享用 看到没 有人拿着脸盆和水桶来盛饭 因为地震忙着逃命 许多人的家当根本来不及拿 志工赶紧带来了环保碗筷 双手献上饭菜 每一餐都可以用这些 都盖好苍蝇才不会粘大 我发觉从开始的不了解 然后到现在的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这个真是体现了千里之外 这种灾情把我们联系的更紧密 千里姻缘 地震让慈祭志工有机会来到这里 带来关怀 一个碗一双块 四分尊重 四分爱 慈祭勘灾团赵百勋营萧红树 大陆四川采访报道 四川强震 慈祭投入勘灾灾 第一批台湾灾灾团从15号出发 踏入四川已经快一星期 慈祭第二批灾灾团也在下午出发 台湾的18名志工已经达成下午3点40分的飞机 大约会在晚上的10点就能够抵达成都 和大陆15名团员会合 接着还要和第一批灾灾团进行交接 希望透过不间断的关怀 复慰能陪着灾民走出伤痛 大伙忙着整理打包 此次第二批灾灾团一行33人 由台湾18人大陆15人组成 团员各个在接获消息后迅速集结起来 20号上午在人文职业中心集合整顿 正眼上人也特别向志工细细低音 期待大家用很细心 还要耐心 还要爱心 去把这一条突出来的路延续下去 考量到灾区需要的饮食卫生 由大陆志工准备蒸饭机 台湾出发的志工也带了三部进水器 另外的震灾物资将在当地市需求购买 中午12点半全体诊砖完毕 人文职业中心的同仁赶来协助也送上祝福 新领的富贵以外 包括在灾区要带动这些的同胞 能够去做一个服务别人的工作 能带动他们的新年能够有个安慰 那另外可能包括看孩子 在大太阳底下 我想上课是非常的辛苦 那我想我们可能会再朝这个检疫物的方向来努力 统员达成下午3点40分 华航CI615班机到香港转机 在晚间10点就会抵达成都和大陆团员会合 接着会先由第一批震灾团简报行动经验 隔天再做详细的交接 了解规划震灾行动 单身文中文秀许英豪 台北报道 四川震灾缅甸风灾 灾民的复建之路还很漫长 慈禁要协助灾区重建也是一条长远之路 不管是缅甸还是四川 灾民只凭自己力量是很难完全复原的 除了哀悼 这些上人还是其勉全球慈禁人 继续的募集善念 虔诚祈祷 让这个善的共振 持续为灾民祝福 缅甸灾难发生至今 附近之路遥遥无起 无家可归的灾民面对生活困难 除了卫生环境不良 还有无法更做的良化危机 被撤回原居地的他们家园被毁 也只能用简陋的塑胶布随便搭盖 慈禁人在当地花放了以后 两天后再回到他们所住的地方 看到他们所住的地方 哪是人住的 真的实在是心里非常的难过 在中国大陆 为了哀悼数以万计的罹难者 从19号到21号连续三天 全国降半期 所有的公共娱乐活动喊听 电子书报刊物全部黑白印刷 传达最诚挚的爱思与敬意 那种全国一生化白痛为力量 未来的要復健的希望很高 我们能走进了当地 我们能付出多少力量 我们都愿意去帮助他 去付出 但愿人人投入一份无私的大爱 以虔存的信念祈祷祝福 让爱心与耐心陪伴灾民远离苦难 走向人生重建之路 带新闻 刘珍 邓明 欢迎报道